哈喽 大家好 我是娘小小弟 小弟今天又来分享生活了 老婆呢今天回娘家了 我呢现在准备开始开我的车 送老婆送到现场去 我们呢现在准备开始出发了 看东西呢全部都已经收拾好了 还有姐姐和妹妹呢 让他们两个留在家里照顾爸爸 我们呢现在开始出发 现在上午已经十点多了 唐哥的老婆还有侄子家的老婆 他们都来看爸爸来看 让他们坐在这里吧 妹妹和姐姐呢 他们都给我们送老婆 送到上面去 拿了一些饮料还有糖 现在开始把这些东西 找到这后面去 都问的是我老婆 还有我妹妹 还有姐姐她妹也来送我们了 老婆拿着两朵花 现在已经装好了 现在竹备开始出发了 现在竹备开始出发了 对 好累 好累 马上就到乐与虾了 应该还要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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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地 马上就到了 今天就在这边 天气特别的冷 终于到了 现在已经到焦酒现场了 我们现在开始去截个头发 快去吧 姐夫还有阿芳 没一起来的 现在开始去截个头发 车呢停到这里 再去张母娘家吧 姐夫呢现在带阿芳去医院里面看一下 阿芳的耳朵呢 这几个月呢不知道怎么回事 姐夫我娘呢 晚上已经去张母娘家了 然后现在主备又回去了 现在下午已经五点半了 可能一会儿七八点才能到家了 现在主备回去了 哎呀终于到这个雪洋村了 今天呢一直开车 现在晚上已经八点多了 现在才到这个雪洋村 姐夫呢刚刚已经回去了 我也现在准备回家了 今天去张母娘家的时候 我也很想给大家拍的 然后有点尴尬嘛 然后就那些呢我就不给大家拍了 今天更新的有点完了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谢谢大家的支持 终于到家了 现在网上已经九点半了 今天我们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明天再给大家更新视频吧 谢谢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们的支持 拜拜